大家好,今天是7月4日 回到明報報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是7月4日 美國獨立日假期 市場稍為靜點 美匯指數反覆偏遠 我相信市場預計 美國很快會減息 今天和大家看看歐洲貨幣 我們看到Ulo 一直畫了三角形 Ulo一直維持在收窄三角形 在6月尾時 曾經下跌到1.0666 下跌到這些位置 基本上是沒有穿到下面的支持位 而反彈上去 昨天最高做到1.088 技術面上 我們預計 會有機會慢慢做起 總之下面不穿 這條支持軌不穿 我們仍然是維持著BionDeep的策略 基本上 你不會採取高估 仍然是維持著低位賣 至於 綁是怎樣呢 你見到英鎊其實都很硬 它在6月尾時 下跌到1.264 基本上是守得著50天線 曾經下跌到的 但是都爬上來 現在正在做1.2744 技術面上 仍然維持著一個上升的走勢 只不過它反覆一點 後市怎麼看呢 正常來說 我們會預計 美金會有機會繼續走下去 而令到EUR和英鎊 都會繼續上去 暫時是這樣 除非美國的數據出來 是減不到息 否則的話 預計後市的美金回落 歐洲貨幣是會有機會 稍為看好些 你還可以嘗試BionDeep 繼續向上看 看美金向下 非美貨幣向上 就是這樣做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留言給我 拜拜